你将来呢你的版本是2019以后的版本 那当然呢你就可以直接用我刚刚讲的方式 其实也蛮简单的啦 在资料里面就有个从档案里面有一个从Jetson OK 这个功能其实后来我看到起来蛮开心的 因为以前没这个功能真的蛮麻烦的 那当然你可能要注意一下那个细节 比如说你要到底你的key是哪一个 你去抓key里面的list 那list里面最后要把它整个让它整个展开 不然的话呢还有记得哦 你要的是value部分 所以记得有一个选项要打勾取消 如果你没打勾取消 你取得的资料一样没办法用 那最后呢如果说我今天呢 假如希望可以把它变成一个程式 可以让比如说这边可以加一个按钮 按下去自动资料 就可以帮我下载下来的话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总不可能每一次如果我又要 抓资料的话 然后又要再重跑一次 或者说这边当然可以按右键 你可以内容里面呢 可以设定那个每隔多少时间去更新一次 但是如果说我不想要从这个功能 我希望我能够手动 我能够每一次我想更新 我就按一下它就自动更新的话 那这个地方呢该怎么做 理论上当然跟前面的做法一样 第一个你可以先彩排 那第二个的话 你可以把刚刚你做的动作把它录制下来 所以这个部分我是已经有把它录在云端上面 你们可以看到 当然这个给各位查 如果你没有这个版本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 就是刚刚的功能 其实是可以把它变成一串程式 OK那比如说我今天 刚刚的做法我希望把它变成一连串的程式 那该怎么做 第一个的话当然 我可以把刚刚的动作先做过一遍 那第二个的话我希望 把这个资料再把它变成VBA的话 那接下来当然 第一个一样先到开发人员里面 找到那个录制聚集 OK 然后里面的话我就可以开始 不过录制聚集之前 我是建议你可以先把这个查询先删除掉 因为如果你没有删除的话 它会变成有一个重复的查询 会冲突 所以我先把它删除掉 OK让它先不要查询 我等一下再建立 好那把刚刚的动作演示过之后 OK没问题 那我就直接给它一个名称 叫下载Jason聚集 按确定 好那第一步的话 我就是从资料里面的 从取得资料里面的 从Jason OK 然后再来它会有一个 档案名称 之后的话就开始 就是开发人员录制聚集 然后给它一个名称 下载Jason聚集 假设这个 按确定 好那再来的话把它盖掉 因为我刚刚有做过一次 NG又重来了 好 然后再来的话 资料里面的一样 从档案 从Jason 然后给它这个网址 然后给它这个网址 那网址的话 我们其实可以从 我们这个网页上面 这个网址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贴到我们的 这个有点像档案名称 那实际上就是给它一个网路的位置 不过可能有时候它确定说 它前面是不是有空白 因为有时候好像网路上面 复制下来的网址 前面它好像会多带一些空白 你看它把它删掉 然后把它开启 这个时候就连线到 那个行政院环保署的网站上 然后它会抓到这个Jason的档案 那一样 因为我们刚刚有分析过了 它是放在这个recourse 这个key里面的list 所以把它点开 好 里面应该有78个 刚刚好像有算过 78个 OK 然后我们就是把它倒表格 所以找到之后 倒表格 实际上这个表格 实际上就是资料表 有点像是 它会帮我把它放到 那个虚拟的一个资料表里面 那这个时候的话 资料已经到资料表了 那接下来你需要做什么事 记得一定要先把上面有一个按钮 记得这个按钮很重要 因为这个可能在以前的功能里面比较少用到吧 所以可能记一下把它展开 OK 所以把资料 它里面有五个栏位 五个key 里面的value 所以把它展开 帮我把它分开来 分开来之后的话 前置 这个打勾 记得要取消 因为我不需要前面的key 当成前置 前置词 所以这个一定要记得 来打勾取消 按确定就可以了 那理论上 它就帮你把资料分成五个栏位 并且只有value的部分 没有key 那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之后的话 那你就可以按关闭并载入 那你会发现的资料 就被我带到 我的excel里面了 那最后呢 我是建议 刚刚有最后一个动作 上面会看到一个转换为范围 因为目前载入的话 它会把它当表格 实际上就把它当资料表 当然资料表可以做查询 不过在excel里面 资料表的运作很麻烦 所以我建议呢 你把它转换为范围 比较好处理 按确定 好 这样的话 就完成了 完成之后的话 你就把它停止录制 OK 那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 刚刚我们录制下来的句集 就会出现在句集里面 按编辑一下好了 OK 那你可以看到 这边就会出现我们要的一段程式 那当然呢 我们主要是希望说将来 如果我要让它重新再执行的时候 可以work的话 那理论上当然 你就必须要再做一些的程式的修改 那有哪些地方可能要修改 基本上我有把修改的一些步骤啦 最后做完的结果放在云端上面 当然呢 第一个步骤 可能要清掉资料 所以清除资料的部分的话 你们可以参考云端白板上面 就这一段 第37页 前面有做过啦 清除资料就是sales.clear 就是把资料把它怎么样 把它清除掉 那你可以把它放在上面 另外底下 这边有个叙述 因为呢 它这个地方 跟各位顺便讲一样 因为它这个地方呢 实际上 它是利用一个所谓的查询 那那个查询 假设说你再做一次的话 它会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 它的查询名称会是一样的 所以理论上啦 我后来发现 你如果没有把它删掉的话 它会发生 连线这个查询重复的问题 所以请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将来你要修改程式的话 请你补上两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是 先把旧资料删掉 第二个的话呢 如果那个查询存在的话 那就先把它删除 所以上面加这个 你先把旧资料清掉 然后呢 先检查一下 你这个工作簿 目前的工作簿里面的 这个叫什么 Queries 那因为你想说 它怎么抓资料 其实它是利用 这个叫Queries的物件 然后去把那个 网路上面的连线抓过来 那我怎么知道说 它这个连线是不是重复 其实基本上的话 只要你算一下 里面的数量是大于0的话 那理论上应该就是 有存在至少一个以上的这个连线 所以呢 那我就把哪个连线把它删掉 就是刚刚那一个 那刚刚那一个的连线 它这边有个name name的话就这一串 不过它会直接拿那个网址 直接当它的name 相对比较长 所以把这个名称放到这边来 OK 那后面加一个点Delete 也就是说 我如果要重新下载资料的话 可能还是要先把这个查询 先把它删掉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 录完之后 看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然后我们就可以跑 我大概说一下 就是说哪些地方需要修改 这个很重要 因为如果没改正确的话 那你将来要Run一定会出问题 不然的话 你们可以试试看 一Run 发现第一个问题就是 查询已经存在 那解决方法就是这个地方 OK 那第二个的话 底下这边其实 你Run应该不用改 有个地方 第二个 我们上面这边 其实有一些相关的参考 这个是我已经修改完的 那第二个动作就是 那你想说 他为什么可以把这个 json资料抓回来 其实理论上 他是利用一个物件 这个物件的话 就是所谓的queries 所以哦 这个是删掉 那这个就是add 就新增 所以利用他 跟他讲说 我的网址在哪里 然后他底下就下一些指令 就刚刚那一些各位可以看到的 图形化的那个 并且他会把刚刚我产生的这个 按右键 这个有编辑 那你可以看到 他会产生一些公式 那个公式的话 就是query powerquery里面的这些公式 那这公式的话 基本上主要就是可以 帮你抓取资料的一个公式 这个叫dx 至于详细内容 如果各位有兴趣也去查一下 这个在powerbi里面用的方式 是一模一样的 OK 那当然理论上不用修改 只是跟各位讲 有这个东西 把它带到哪里呢? 如果就是带到这一串 后面其实就是一个formula 就这一串东西 那理论上我们就不改了 那第三个的话 这边会有一个 ActiveWorkbook.Worksheets.add 那这个意思就是 他会帮你新增一个工作 可是我不要哦 所以这一行其实是可以delete掉 然后底下的话 其实就是 先帮你把网路资料先抓下来 放哪里呢? 就是放在一个 虚拟的一个资料表里面 那这个资料表里面的话 基本上就是这个query实物件 放在这里 那我要怎么去做查询 这个时候如果要查询的话 就第三 所以底下我这边有注解 你们其实可以比照看一下 所以这边的话 我上一行是把它删掉了 不过我是直接先加一个单引号 OK 那底下的话 它的流程是这样 就是它会在增加之后 底下这边 底下这边 我这个是没改到 OK 底下这个 然后呢 再利用什么呢? 底下应该是 这个速解 应该是稍微改一下 应该不是用 应该是用哪个物件 用这个叫list object 这个物件做什么呢? 其实它里面有个add的方法 去做查询 所以其实有点像 它建议把资料先放在一个虚拟的资料表里面 然后再利用这个list object的物件 去做什么? 去做查询 OK 所以那查询的方式 其实是用sql语法 OK 所以这边的话是查询 那为什么知道是用sql语法? 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也叫command type 有没有 等于command sql 而且底下的话 其实这个语法 各位如果有学过sql语言 应该不陌生 叫select select 就查询 所有的栏位 from哪个table 所以后面理论上 就是一个 而且是中瓜糊 也就是说它把下载下来的资料 当成一个资料表 而且喔 它自动方已经剖析好了 剖析成一个 把原来key value key拿掉 拿后面的value 放在表格里面 然后呢 我们再去做查询 OK 那跟各位讲一下 select 底下的这些 这些参数 有没有 应该这些属性 其实理论上应该都不需要 因为像那个query table一样 像这些都预设的 所以我的习惯是 直接就把它砍掉 把它砍掉 OK 没有问题 那只是说 最后这边有个list object Displace name 这个名称 叫这个 那你会发现 底下这边又带一个 因为我们有最后做一个 那个什么 把那个表格转换为范围 实际上它语法是unlist 那只是说 这边是用个名称 那如果我这边没有给它一个 比如说把它delete掉 它将来会出现错误 这一行应该会出现 我跑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所以我刚刚改的步骤 还有相关的说明 云端上其实都有放 所以如果假设你不是最新的版本 将来如果你有最新版本 环境你也许可以试试看 那我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比如说我这边按F8好了 先清掉资料 然后呢 因为查询目前还在 所以呢我要先检查一下 它这个查询是不是大于0 一个如果有一个的话 那就帮我把一个删掉 所以理论上这个应该要清掉 好你按delete这个应该清掉 如果这个没清 那后面其实就会出问题 好那重新查资料 放在那个query10物件 然后再利用this object 的seql语法 帮我把所有的资料 帮我查回来 查回来之后的话 refresh就整个抓下来 OK 所以把资料 帮我把它抓到 这个excel里面 refresh 就是等于是抓下来 最后的话呢 再帮我转换为 那个什么呢 转换为范围 那理论上这个是刚刚录的 你按F8 这个地方会出错 为什么出错 因为我刚刚把它的名称拿掉 所以我不要用名称 我建议你可以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数字 也就是刮糊里面 本来是一个名称 你只要把它改成 刮糊 1就可以了 特别说 他this object 他是从1 开始编号 不是从0开始编号 一般Java 或者是python 从0开始编 但是呢 在这个excel里面 他是从1开始编 如果理论上这样OK的话 那执行应该 就会把刚刚的动作 全部跑过一遍 所以以后如果你要抓 Jackson的档案 其实就会非常的简单 如果是新的版本 那至于呢 旧的版本 要需要怎么做 那我们待会再来看好了 因为我刚刚 我这个档好像挂掉了 OK 那他有没有帮我恢复 我不确定 不过我们来看一下 理论上这个 启用内容一下 OK 刚刚希望他 没有问题 OK好了 反正理论上 刚刚那一段程式嘛 好像还在 最后这个地方 就是 这边 记得改成什么 我不要用他的名称 我用他的第几个也可以 所以在那个 你将来录制巨席 或者VBA也好 他其实都固定 你其实一个物件呢 你可以用指定名称的方式 或者你可以指定他第几个 这个概念跟像 比如说像那个 workbook 有没有 workbook加 workbooks 第几个也可以 或者说 worksheet也可以 其实概念都差不多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这个部分 所以 1 2 3 第四的话 应该就是 把那个什么 把资料转换为范围 所以这个 当然有四个注解 OK 那请各位 如果有环境尽量练习 如果没有环境的话 待会呢 我们再来看其他的方式好了 或者是说 你们 旧的版本 我不太确定 你们 试试看 会不会 把我这个程式码贴上去 看看能不能run 所以不一定 他 因为有些物件 新旧版本 其实都有 会不会 主要是queries 这个 旧版不知道有没有 所以 如果你是旧版 没关系 你们试试看 把那个什么 我云端上面的这一段程式码 在第39页这里 如果贴上去 runrun看 如果可以run的话 那表示 即便没有 新的版本 也一样可以 用里面内建的物件看看 这个可能要try 因为我不确定 如果不行 那只能用 底下的其他方式 那底下其他方式的话呢 可能就相对 会比较麻烦一些些 就变成说 你就没有 像刚刚可以用 录制的方式 你就变成全部都是程式的